好全球現場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在台灣選舉之後 大陸對於台灣的政策受到矚目 更多的重點把時間交給真榮 大家好早安 謝謝全球現場我們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 選後北京的態度當然是非常的受到矚目的 好來看到就在今天大陸國安部在他們的微信公眾號 刊登文章指出 2005年當時大陸 發佈的這個反分裂國家法 甚至是用這個利劍高玄來形容它 裡面就提到了採取非和平的方式以及其他必要措施 要捍衛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有三種情形 但其中之一 點名的就是以台獨分裂勢力用任何的名義 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 大陸國家安全部跟宣稱說 這一步是依照大陸憲法所制定的法律 第一條開宗名義 就是要把台獨給斬了 要遏止台獨 要遏止的是他們分裂國家的行徑 更是提到說這把利劍有四個面向 帶你一起來看 其實是硬中帶軟 當然也有一些的是 共同希望可以維護和平這樣的訴求 分別呢 第一個來看到當然就是這條紅線 見指台獨 遏止分裂 另外呢也畫出了這條紅線 還有呢當然 說到的是這個法律賦予的神聖職責 那最後 就是要爭取和平 文章裡頭也指出反分裂國家法的第五條 是很明確的 要提到的是以和平的方式 要促進統一 是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但是呢 裡頭當然也提到了說是會保留 非和平的方式 實踐統一的有關規定 好不過 這個大陸國安部他們特別強調的 針對的是外部勢力的干涉 還有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與其分裂的活動 好另外呢來關注這個焦點 就是在選舉之後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 中共黨媒雜誌 求是上頭 發表文章談到統一 這裡頭就提到了是要發展壯大台灣 愛國統一力量 反對台獨分裂行徑 要推進 祖國完全統一 好另外根據平面媒體的報導 在大選之後呢 當然北京現在對台的政策 是受到了矚目 香港學者 鄭永年就認為說 要慎用對台經濟制裁 應該要把台獨的政客 和台灣民眾 給分開來 把台獨的政治人物 跟一般政治人物 給分開 台灣意識 不等於台獨 好持續來聚焦的是呢 其實在賴清德當選之後 非常多的國家 是有發賀電的 而昨天大陸外交部的 記者會 發言人毛寧 就在記者會上頭呢 就針對說 新加坡等等國家 祝賀賴清德當選總統 他認為這是 違反一中原則 而這位發言人 他表示已經向 新加坡的外交部 提出了 嚴正交涉 時事評論員 郭正亮 還有借文集大使呢 就針對了 大陸外交部的 這個強烈措辭也 做出了評論 他們認為說大陸的反應 其實就是因為 這樣子的做法 已經踩到了 紅線中的紅線 對所有 有邦交的政府 都是這樣回答 所以只要 我認為中國外交部 應該就是 看誰 做出反應 他就給予 幾乎是同一個 邏輯的回答 其實過去大陸好像 並沒有 反應這麼快 這麼強 那我想這次是 從大陸的角度 他判斷 這個性質是不同的 台灣這次的 這個大選的結果 這個政府的性質 是他們的定性 就是台獨政權 對 總統副總統 大家說 獨上加獨 對這個 這個大陸 你要了解 他們這個思維方式 定性跟定調 是非常重要 他們是經過一段 時間的實踐以後 最後要怎麼樣 要做總結的 總結以後就從總結 再重新這個基礎上 再往前走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於大陸來講的話 這次台灣的選舉 對他來講 定性定調 就是台獨 掌握政權 可是是一個 少數的台獨 那他基本上 他就 他就有他的做法 這個怎麼定調 你要看他怎麼定調 是 決定他做法的 那我覺得過去 我們也不是第一次 大選 你說馬英九當選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去抗議 別人攻克 馬英九當選嗎 好像都沒有 所以這個跟 就是說 這個當選的 政府的屬性 大陸所給他界定的屬性 意義很大 不過這些部分 我覺得大陸 今後對這些事情 就會斤斤計較 賴清德當選之後的 第一個外交危機 就是南太平洋島國 諾魯在昨天宣佈和我方斷交 外交部長吳釗燮 其實人是不在國內的 他是在瓜地馬拉這邊 他出訪 而且是要參加新總統 阿雷巴洛的就職典禮 但是就在阿雷巴洛就職典禮上頭 是被 右翼的國會議員阻撓延遲引起 這些支持者的不滿 而場外也爆發了 抗議 終於是在當地時間 15號凌晨 成功的完成了 宣誓就職 另外要來看到的是呢 也有非常多的抗議的 就是美國 美國總統的初選前 最後一場造勢在愛荷華州這邊登場 但是呢 同樣有非常多的抗議人士鬧場 好他們要抗議川普 但是呢川普也是 火力全開回槍他們 民眾高舉標語 試圖闖越路障 與警方爆發衝突 我國友邦瓜地馬拉 新任總統阿雷巴洛的就職典禮 遭到阻撓 街頭爆發 大規模抗議 我們正在採訪 因為有很多抗議 瓜地馬拉右翼主導的國會 針對中子黨議員 該不該被列為政事議員 展開數小時的辯論 就職典禮因此被延後 等待9個小時後 終於在當地時間 15日凌晨 完成宣誓就職 阿雷巴洛在去年8月總統大選 獲得壓倒性勝利 主張打擊貪腐 得到選民廣泛支持 當選後卻面臨一連串狀況 包括檢方剝奪阿雷巴洛的起訴豁免權 禁救政府交接程序暫停等等 阿雷巴洛未來執政這條路 恐怕不好走 而鏡頭轉到美國 前總統川普在愛荷華州 展開初選前 最後一場造勢 卯足全力 火力全開 不料去遭遇民眾 前來鬧場 我做了三次 我做了三次 你拿了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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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市場上遭遇環保人士抗議 說川普收了石油公司大筆鈔票 去媽媽 你的媽媽 去媽媽 川普直接回嗆 現場躁動起來 支持者一路將抗議人士 虛出場外 川普再拼2024 並持一貫論調 最新民調顯示 川普48%的支持度遙遙領先 前聯合國大使海莉 百分之二十 屈居第二 而佛州州長迪尚特 則是獲得百分之十六的支持度 記者最後報導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解控